大家好,今天我们做超级无敌好吃的红油麻酱豆腐 首先准备一块豆腐,洗干净后切成小块 放入盆中 然后把豆腐摊开 再加入适量的开水和一茶匙的盐 浸泡十分钟,这一步是为了去除豆腐的豆腥气 现在我们来炸红油 碗中放入适量蒜泥 一汤匙的辣椒粉和适量芝麻 起锅烧油,放入花椒和小茴香各一汤匙 炸出香味后捞出 然后把热油倒入辣椒粉中 快速搅拌均匀 再倒入适量的生抽和蚝油,继续搅拌 起锅烧油,依次放入处理好的豆腐 在碗中放入适量芝麻酱 接着倒入少许麻油,把芝麻酱卸开 再倒入少许清水,搅拌均匀 待豆腐底部煎至金黄色时翻面 相遇是缘分,请长按三秒点个赞,谢谢 煎至底部金黄时再次翻面 倒出锅内多余的油,并把煎好的豆腐拨到一边 然后放入葱花和姜泥爆香 然后倒入少许的老抽,这一步是为了上色 再放入白糖提鲜 大火收汁即可出锅装盘 接着倒入炸好的红油 再倒入泄好的芝麻酱 我来替你们尝一块 哇,外焦内软,豆腐和麻酱的香味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超级无敌好吃,你学会了吗?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每天我都会有不同的美食的做法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